一早八點左右 立援國民黨團總召曾明中 緊急召開會議 但才一結束 黨團幹部立委 甚至智庫執行長柯志恩 腳底抹油 跑得飛快 眼看五月十七號徵召在即 會後一致的共識竟然是 我們今天開始不接受採訪 在徵召前 我就不接受採訪了 曾多次表態挺喉的曾明中 不願再談人選議題 全員宛如被嚇了 封口令 天平前關鍵黃金48小時 國民黨團更像風雨前的寧靜 一代十七號宣布由侯友宜出徵 近期若出現多餘的言語交鋒 都可能觸動雙方的敏感神經 未來藍營整合團結之路 只會越走越艱困 如果有部分的常委 因為支持特定的總統候選人 來進行連署 希望在中常會來反對黨中央 所提出的總統候選人 後壞團結的絕對是國民黨的罪人 過後大戰從九局一路打到延長賽 先排前挺頭派 極和團結來得及嗎 我想不管最後黨中央徵召誰出現 相信所有的黨員同志們都會團結一致 沒有槍口對內的問題 若想整合自稱禁逼百分之百機率出現的郭台銘 17號後是迎向團結還是走向分裂 全在他的一面之間 靜新聞謝謝劉維廷 廉志豪 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